在後面的範例之前 我先把剛剛我們帶到的這一題 先完成好了 那我大概會分成幾個階段 把這個問題 它總共會有12道問題 也就是說我要做12個 報表 12個樞紐分析表 那另外樞紐分析圖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畫 所以我們只有 表 那圖的話你自己衍生 出去 可以自己再把它畫出來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 我們要的 就是範圍 那你會發現前面 從代號檔到資料組檔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 以前都是放在像AS的資料庫 或者在更早期 是放什麼D-Base 反正不管放哪裡 我們基本上現在就轉到Excel 如果在Excel裡面呢 也能夠要做出像資料庫的這些應用的話 那要 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剛第一件 第一步就是先把名稱管理員裡面的東西全部刪掉 那接下來因為沒有了嘛 所以 接下來第二個就是說 我將來 定義名稱主要是因應 給那個V2函數使用的 然後你必須配合一個F3的快速鍵 它會自動把那個名稱給帶出來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建立我們將來要查詢的範圍 那查詢範圍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代號檔裡面 包含從哪裡呢 這個叫限式表 所以你把這個限式兩個字先複製好了 然後範圍的話就是 從A2一直選 選到 B10的範圍 OK 那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邊的名稱 把它貼上去 加一個限式表 Enter一下 好 那也就是說呢我今天 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他會把這個範圍 用個名稱代替 叫做限式表 OK 限式表 那這個限式表呢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存在呢 你可以切到名稱管理員裡面 然後這邊有個限式表 那底下就是參照到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一下 你會發現喔 你如果點選下面的這個範圍的話 他就會顯示出 這個範圍出來 限式表 OK 那以Islay推達後面還蠻多的範圍 但是這邊會有個問題喔 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你未來 假如又增加一個限式的話 比如說這邊目前看到是9個限式 那如果你又加一個10個 11個12個 那以後的話怎麼辦 比如說我今天又增加了一個 比如說 這邊新北市 台北市 台中 比如說 這邊好像 少了一個 比如說 縣市代號 比如說我今天這邊沒有宜蘭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 再多一個 編號的話 給他是 800好了 那當然你如果現在多一個 800 是宜蘭的話 比如說這邊 我要多一個宜蘭 那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他這邊的 宜蘭 比如說宜蘭4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呢 多一個之後的話 名稱管理員裡面 基本上就少了這個 那怎麼辦 當然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 把它重新選取 選到那個 A11 到 B11 旁邊有個打勾有沒有 你就打勾一下 OK 那他就會幫你更新這個範圍 他就會到底下的 但是 問題又來了 如果你又更新 那不是每次都要一直更新 對不對 所以其實像我們平常一般的作為 乾脆一勞永逸的作法 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範圍 以後呢 你乾脆 就直接選哪裡 向右 選兩個 再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按住向下 再向下 意思就是說 底下全部幫我選起來 反正 我不管 底下全部都 以後你增加就自動 跑進去就好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一招蠻重要的 一般人其實 如果沒有太注意到的話 那可能就變成你每次都要一直在那邊修改你的範圍 或者你忘了修改的話 你可能後面的東西漏掉了 那用這個方法打勾 打勾 好處就是說呢 以後呢 你就不用去管 那個限制表有沒有增加 反正呢 一增加他就自動 幫你把它update OK 那只是缺點就是那個範圍好像太大了 不過不管啦 反正 他基本上 一樣照跑 也不會因為說你選的空間太大 而造成跑的速度太慢的問題 OK 所以 一樣的方法 限制表做好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部門名稱 所以再做個部門表 那部門表做的方法就是先選兩個 Ctrl Shift向下 再向下 直接選到最底 當然如果你想說 然後以後可能不會用到6萬多筆 那沒關係 你可以 不要選太多 你要選到100筆 或選多一點點 沒有關係 你可以預留一個空間 那怎麼設定 我想這個是 這個個人 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習慣 那這邊叫 部門表 把部門表加上去Enter 然後分類 叫分類表 分類 那這邊的話 把範圍一樣選起來 先選兩個 Ctrl Shift向下 再向下 OK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叫 分類表 Enter Enter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代號檔 的那個三個table 三個表格 就已經幫我建了三個名稱 那也就將來如果我要查限制 只要他是代號 那我就可以查到他對照的那個名稱 那部門跟分類 三個 對吧